眼前呆萌的小毛驴不只会说话 而且速度也是相当惊人 可以不吃不喝跑上几天都不带喘气的 而在头一天夜里 它还是一匹高贵的白马 只因瘫完一不小心掉进了水坑 刚好被路过的伊万发现 可是力量太小了 根本就拉不上来 这时看向了后面的水车 将绳子绑在上面 爬上水车奋力地踩动踏板 白马成功地获救 可刚一上来就摊坐在了地上 看着伊万 眼角流出了感恩的泪水 接着发出耀眼的白光 就这样奔向了远方 第二天刚亮 伊万就被一头驴叫醒 原来他是昨晚白马的儿子 变成毛驴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让伊万骑在自己的身上 紧接着一个加速 一溜烟地跑到了数千米之外 问着男孩你还有什么梦想 毛驴竖起耳朵 直接来个千里长音 召唤回伊万的两体赤痛马 来到了集市 没有出过远门的伊万 看着什么都是好奇 由于两体黑马过于优秀 很快被周围的百姓围观 同时也被城堡上的国王发现 一眼就镶中了他手中的黑马 直接下令让士兵迁走了 蒙逼的伊万反应了半天 喂你还没给钱呢 小毛驴再次千里传音 两体黑马直接破开城门 跑向了伊万 这让老国王十分不满 脸都给气白了 可眼前的人这么多又不好太过分 只好先将他带回皇宫 每日看着伊万是越来越讨厌 就让伊万出差完成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就是让他抓回传说中的虎凤凰 伊万只好骑着小毛驴出发了 来到了一片沙漠绿洲 到了晚上伊万扔出了坚果 等待火凤凰的出现 许久之后地面开始放火 紧接着 真的有火凤凰的存在 贪吃的他很快看到地上的坚果 翘起兰花纸 拿起一个直接就吃了起来 别说味道还不错 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吃了起来 渐渐的就像喝醉了一般 晃晃悠悠的便倒在了地上 伊万看到赶紧叫醒熟睡的小毛驴 这时一只凤爪伸向了眼前 把他吓得顿时目瞪口来 赶紧起身逃跑 火凤凰在身后穷追不舍 千军一发之际小毛驴及时出现 将火凤凰撞飞了出去 这下彻底激怒了他 挺直了身体张开了翅膀 直接将身边的树木燃烧 然而低头一看 地上还剩最后一遍 抓起坚果便扔向了 吃货果然不长鸡血 落下直接掉进了水中 伊万看着缠满铁链的火凤凰 同时凤凰也在悲伤地看着他 突然从他眼角流下一滴热泪 刚好记穿了自己新买的皮鞋 伊万顿时心软了 打开了铁链上的枷锁 让他回归大自然 重获新生的凤凰展开双翅 直接向天空中飞去 盘旋在半空扔下一朵羽毛 拿到羽毛的伊万只好空手回去覆灭 由于没有完成任务 国王正好借此机会除掉他 就要手起刀落的时候 地上的羽毛突然燃烧起来 整个天空充满了红光 原来是火凤凰来了 盘旋了一圈 落在了高塔顶端 整个城市顿时亮如白昼 国王看着人们对他的爱戴 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决定派他去完成下一个任务 让他前去极寒之地带回雪山公主 有小毛驴的陪伴很快找到了宫殿的入口 被冰雪覆盖的大门让普通人根本无法 这时羽毛自己飞出直接穿透了冰铲 却没有任何反应 结果下一秒 很快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忘记了被冲下山坡的小毛驴 来到了宫殿的内部 看到有无数个熟睡的公主 根本无法分辨哪一个才是真的 这时羽毛唤醒了公主 伊万告诉他 要带他去跟国王成青 常年在沉睡的他非常的无聊 听到成青很快便答应了 离开的方式也是非常特别 带着伊万在万米悬崖便跳下去 由于过分紧张 不小心踢破了公主的裙子 这下将落伞失去控制 二人急速向下坠去 危急时刻小毛驴长出一对翅膀 成功地托起了二人 将他们带回了城堡 连着完成两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人们对他更加的拥有 这让国王对他的恨意更深 当晚就要与公主澄清 可这一路走来 公主早已对伊万新生情愫 对国王说没有祖母的戒指就不会结婚 而戒指多年前掉进大海早就不知去想 这时伊万进来主动要求完成这个任务 真是个沐鱼脑袋 很快骑着小毛驴飞向了大海 天空中无数鲸鸟飞过 躲闪不及的伊万直接掉进了海中 伊万指着前方大喊一声那是个啥 眼看海水越来越近 小毛驴带着伊万成功地裹过了海啸 看到了一个比小岛还要大的鲸鱼 这个比小岛还要大的鲸鱼 不知犯了什么天条 被树根铁链捆在了这里 此时的他看着伊万再次哭泣 伊万读懂了他的悲伤 为了救他 骑着小毛驴飞进了鲸鱼的鼻孔 用翅膀划着鲸鱼的鼻子 鲸鱼瞬间睁开铁链 力气庞大的身躯张开了大嘴 突然间打了一个喷嚏 这时卡在喉咙的数百条小船也被喷了出来 为了答谢他 让一个红色的螃蟹把戒指送到了伊万面前 拿到戒指的伊万找到了公主 没等表露自己的心灵 就被国王发现抓了起来 为了处死伊万早上就准备三口大锅 第一口锅就是装满烧开的水 直接就将伊万推了进去 公主见状摘下自己的戒指扔向了锅中 一下就将伊万弹飞了出去 掉进了下一口零下五百度的锅中 瞬间将它冻住 这时火凤凰赶到 控制自己的羽毛钻了进去 伊万再次被弹了起来 掉进了第三口锅中 这次人们等待了好久都没有动静 心想他一定是领了和汗 公主痛苦地捂住双眼哭了起来 而大家没有注意此时的天空 落下一朵洁白的蒲公音 发出明亮的光 漂浮在锅的上方 下一秒伊万被金光笼罩 缓缓地从锅中站了出来 慢慢地飘向了公主 国王看到走出来的伊万大变样 他脱掉衣服也要回炉改造 结果却被一个气泡包裹 无论怎么挣扎也是挣脱不掉 直至飘向了远方 因为他没有伊万那样的毛驴棚扛 奔跑了上千公里直到天边 找到了一颗可以改变生死的蒲公音 就这样伊万成为了新的国王 而此时的小毛驴悠闲地 躺在草丛中看着天空 伊万带着公主也找到了她 对小毛驴有说不出的感激 从此伊万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